彭震森跟柯文哲 現在的狀況就是 甘霸你現在在哪裡 阿伯都沒看到你的人 甘霸你現在到底在哪裡 你剛剛是在唱歌嗎 我在唱歌啊 我以為你在念經耶 在贏送什麼之類的 趁經一點啦 好啦 甘霸現在有沒有在日本 其實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啊 但他如果在日本 他如果跑去吃完拉麵 那就會遇到旁邊的人 跟他講說 すいません 你的車給我看一看 他拉麵要看喔 不是啊 他沒有護照的話 就可以直接帶他去機場 就可以遣返他 你是說日本的警察 不像警察 因為警察給他帶著移民官嘛 才能夠確認這些動作嘛 那他就很有可能在日本 就會被交給台灣的警察 在什麼空橋啦 什麼什麼那個地方 啊對 他就回啦 空橋 交付 第二個 甘霸在這個案子裡頭 到底知道多少 這很關鍵 我們現在都認為 甘霸知道很多 那如果甘霸什麼都不知道 甘霸完全失意 你問我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在說 你叫我回來好我回來啊 你通緝我幹嘛 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除非檢察官找到一個就是 甘霸跟這些錢有關的事情 那檢察官現在敢通緝甘霸 檢察官手上一定有東西 才敢通緝他 不然你給別人亂通嘛對不對 那可以摸到錢 我們講 我們現在分析柯文哲 可以摸到柯文哲錢的幾個人而已 第一個就是李文中 沒錯吧 李文中有那個基金會 然後他選舉很多錢 也是李文中在簽名的 好 第二個是陳佩琪嘛 陳佩琪就是兩萬三萬 ATM嘛 享受那個音樂的陳佩琪 對對對對對 那第三個就有可能是橘子嘛 那橘子就有可能是去提什麼 一百萬兩百萬的這些事情 這些人我講的這些人都是現金嘛 這都掛現金是什麼 這都是現金嘛 好 那USB呢 USB如果是橘子去建黨的 那橘子是他每次拿回來自己起 還是柯文哲寫一張紙說 這個人起兩百 這個人起三百 這個人起五百 各位知道有唸過這個 用過Word 用過ECL的人都知道 為什麼要ECL 因為他比較很多的錶要加總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只有那十幾個人 沒ECL要用手下的 對啊 所以可能 下面什麼賣汽車的什麼二十萬 賣冷氣的四十萬 賣廚的三十萬搞什麼東西 那現在一個禮拜他都會擠到後面去了 真的 人家三百兩百的都卡下去了 本來排名第一是一千五嘛 對 那昨天排名第一跳到兩千了嘛 一直加下去 應該兩百三百 冷氣的賣車都沒有了 放心 你們都沒有事情了 因為錢沒有人會補上來 但是這一些 真的假的 你講這一拍是真的 不是啊 那為什麼要跑出一個兩千的 對 對吧 跑出一個兩千 把那一千五的往下頂 前二十大幅 前二十大幅 對那看別台 我跟我們這一台沒有在講那一些 我們就引用別台的資料 那這一些呢 講的我認為這些講的都還是現金 都是看的第二錢 那看的第二錢就是那個 什麼虛擬貨幣嘛 什麼兩千包嘛 什麼 兩千包現在去買 一個扛的差不多三千塊四千塊 所以你想像那位大師有嗎 買一個新的 剛才炒大到那四個 欸我先買一個新的兩千包 那也沒多少錢 不要炒大 那位大師來了嗎 來了 來了 你當面給人家吐槽 不是 因為舊的我不能拿出來 因為裡面有錢 我自己的拿出來 這樣一開完蛋 大家會傷心 我講的是 我講的是裡面是沒有錢的啦 沒有錢的那一個 那個空殼 大概就是那一個價位 好 那現在當然對這一些 最熟悉的未必是橘子啦 聽說有一位叫K先生的 K先生 K先生 K先生啦 K先生 當然也都是別台 我們都引用別台啦 因為本台也沒有那麼多秘密情報 可以資訊找 別台比較強 什麼啦 那還是要看本台 對啊 我們引用他嘛 就一位K先生 那個K先生 對那一個 對那個虛擬貨幣比較懂 那又在金控擔任過嘛 然後也用 也在什麼BB卡公司嘛 在一些卡公司 然後在金控嘛 所以對虛擬貨幣這個事情可能比較熟 但是這一位K先生到現在 都沒有出現 對 都沒有出現 我上次見到他是在去年 我第一次見他是在2014年的4月9號 這麼清楚 2014年4月9號 因為他跟柯文哲來我教書的學校找我 當時我就跟在柯文哲旁邊 真假 當時跟在柯文哲旁邊 黃埔林奇就三個人 我跟你們介紹 當時來我辦公室就他三個人 哪三個 小凱 小董 張義善 這都黃埔林奇的 這就是柯文哲最艱苦的就是他們三個人 所以這三個裡面有一個是K先生 兩個已經離開了嘛對不對 兩個已經離開了嘛 只剩下一個了 我怎麼忽然剛剛講到那裡去 好 反正就是現在有一位沒有出現 那那一位呢 當然檢察官找過他們 因為現在 按照北檢的新聞稿裡頭 寫一個他市長任內的救贖 對 那一位呢 那個救贖不是什麼黃山山什麼不是啦 那要用他走就有啦 那也沒什麼困難 今天嗎 今天啦 所以就是K先生 我判斷是那個K先生 那K先生因為他也是 也不是蔡碧如 他現在只是一屆平民啦 一屆平民 他現在沒有什麼職位 他以前職位連薪四百萬 哇塞 交個朋友 交個朋友 K先生 如果你有看電視的話 我們交個朋友 Mr.K 加我IG 那因為他當時 跟在柯文哲身邊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一個醫生 以為是醫生 我以為他 因為我以為他是柯文哲的學生 因為他 他那個 跟在旁邊的那種樣子 就跟應該是跟橘子 跟在柯文哲身邊是一樣 就是 到的時候他可能會先敲個門 進去說 柯醫師來了 進去 然後進去他就在門口等 然後等一下柯文哲出來 拿東西出來 他就負責提 然後提上車 就這一種角色就對了 所以現在 剛剛講說知道現金的 可能是橘子 就是李文中跟陳貝琪 而且有摸過的 應該是他們 那有一些虛擬在網路上 看得到的那些東西 應該就是K先生負責 為什麼不趕快找K先生 對啊 好奇怪 這個 北姐的新聞稿還是這樣講 你看彭信被告 這次寫得很清楚 土利 財產來源不明 而且他也被約了12次 他被約12次 而且每次時間都很長的 又從白天到夜晚 感覺很多東西可以問 然後呢 柯信被告 柯信被告 剛剛這個 阿川講到的這個部分 柯信被告也約了6次 有一次是心情不美麗 拒絕道庭 然後他是違背職務收賄 還有土利 欸 寫得超清楚的 可是救贖及相關證人 尚未傳喚道案 他具有一定的實質影響力 所以他不能被放出來 這個是檢察官他的理由啦 那所以呢 他到底會不會持續被這個 炎壓呢 就有人判斷 律師就判斷說 他恐怕一路會壓到10年 今年不是 今年是龍年 所以會跨到明年耶 是真的還假的啊 我覺得壓到蛇年都比較樂觀 可能 是樂觀嗎 蛇下一個是什麼 主鳥虎兔龍蛇馬 我覺得可能馬年或繼續下 壓到我的狗年都有可能 哇 大家思考一下嘛 現在大家辦的案子叫什麼案子 金華城案 光金華城案就已經壓二 兩個月了 然後有可能會再延壓 就是另外一個兩個月 那進到法院 是不是不用延壓 如果你還有串供 你還有逃亡之語 繼續延壓啊 那我們訴審法裡面規定 最多可以壓到五年 那這只是羈押喔 但如果羈押結束之後 如果他金華城案宣判了 就直接發監執行 那你也不用出來了 那這個只是金華城案 後面還有什麼 雨果市場 還有南港BOT案 還有北市科案 還有台資光案 台資光 如果所有這四個案子 都跟金華城一樣 前面壓個幾年 一兩年兩三年 然後直接發肩執行 那加起來你覺得壓到狗年 豬年或下一輪的蛇年 可想的見馬 下一輪的蛇年 十二 就直接發肩執行的啊 你懂我意思 其實我們很多被告都這樣啊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串供或逃亡之餘 然後某一個證人 他一直不回台 那檢方查不到他 我沒辦法放你啊 沒辦法放你 可是我案子還在審 一審宣判有罪 二審宣判有罪 三審宣判有罪 那我也不用繼續羈押 我就直接變成是執行的 所以舉止不回來 真的會讓他一直壓 壓到下一個十二年 十二年後的十二年 就趕快回來 我來講一下那個檢察官 檢察官他的申請羈押理由 你說彭正森 他有一個共犯間公訴不一 我把特點講出來 什麼叫共犯間公訴不一 大家去想 那就代表什麼 彭正森在咬柯文哲 柯文哲在咬 彭正森嘛 對 市長咬副市長 副市長咬 兩個互推 對嘛 彭正森就說 我今天簽名 是不是我簽名 是 但是誰叫我簽名 柯文哲叫我簽名 那柯文哲一定說 不是我做的 是彭正森簽名 一定就這樣 可是柯文哲有蓋章 我當時蓋章的時候 沒有靈魂 沒有靈魂 只有我的肉體 蓋章 他這種假章 對啊 所以說共犯間公訴不一 大概就這個點 還有一個點 大家都忽略掉 檢方生押理由 還有湮滅證據 湮滅證據 代表彭正森 針對金華城的文件 是有動過手腳的 是有可能藏起來 或者原本是他蓋的章 他把它塗掉 這都有可能 所以這是彭正森 為什麼一直放不出來的原因 湮滅證據 那最後一個就是證人味道案 這大家那個川哥已經講 就橘子 那柯文哲我解釋一下 他有講橘子味道案 這川公 還有說許姓被告 還有一個就是 市長救贖味道案 加實質影響力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說 其實這兩個月 如果大家有猜 第一個市長救贖 有可能黃珊珊 其實早就可以問 對啊 蔡壁如早就可以問 那第三個還有說 K先生 K先生 那有沒有這三個人以外的人 其實人在國外 也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除了橘子在國外以外 還有第二個人也在國外 然後這個人是他的救贖 有這個可能性是不是 不可能啊 否則為什麼你這兩個月 不去傳喚他 我搞不懂啊 因為你前面 你要知道檢方是有辦案步驟 檢方先傳被告 再傳共同證犯 再傳USB這些捐錢 捐政治獻金的大咖 那現在突然又冒出一個 這個共同被告 這個市長救贖 未到案 所以我把你壓起來 為什麼壞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丟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可以密切鎖定 檢方下一步 有沒有除了橘子 有可能是柳丁 有可能是蘋果 都在日本喔 那我要特別跟橘子講 橘子啊 你真的不到案 你真的會害死人 這些人都出不來 當然黃工商最開心 就是最好橘子都不要回來 他一直主打司法迫害 但是我要跟橘子講 因為我11月 我也要去大阪玩 我已經排好行程了 去找他 我先去吃拉麵 再去找橘子 再去找橘子 所以橘子喝大麥照 我知道你在哪 我知道 橘子喜歡吃熱的 所以你不用找那個生魚片的店 要找拉麵店 要熄一下 對 所以橘子喝大麥照 我11月也要去金板王 我可能會遇到你